房间满地毒咖啡包怎么捡都捡不完 从垃圾桶到化妆台堆成一座小山各种包装都有 桌上饭满喝盛的饮料杯 但现场只剩他一人 穿小肩上衣慵懒靠在门上滑手机的女子 似乎对警方有意见很不服 但房屋员证实他的举动怪怪的 这也是为什么原警会找上门 因为他害整栋房客无法出入 就在新北市大学一间气旅 傍晚五点半左右 房客们陆续跟柜台反应 电梯疑似故障下不来 房屋员看到是证明34岁女房客按住电梯 还发现都过退房时间她还不离开 报警意外揪出开毒趴丢包事件 警方家卫军事器以及清查入住资料 发现房间登记的人是一名男子 他也是怕被抓所有的毒品都没有收 在退房时间到之前就已经自己开车离开 把女生丢包在汽车旅馆里面 要让所有的毒品都让他扛 被查获的毒品几乎都被吸光了 有31包毒咖啡包残渣跟一粒棉 但也就是因为量太大 如果只有两人吸食 这辆是会致命的 还有现场丢的大量饮料杯 疑似不止一男一女开趴 虽然共犯们已经离开现场 警方就算抓到人 恐怕无法强制咽尿 但目前还是要以车追人 尽管女子说自己只是来找朋友 但她口中的朋友竟然无情把她丢包 还让这些毒品全算在自己头上 TVBS新闻成人吴亚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